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BSP 他已经很多天在这个位置没有能力突破0.62 通常这种很多天都突破不到 很大机会呢,就会开始Utend回来 他今天其实就是稍微下跌 被这个20天均线守住 0.6亿,也就是他今天收盘价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什么东西都不要做的 千万不要随便去JACK到 只有等他站上去0.62以上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如果他继续往下掉 DEPPOR这个200年均线 0.595 这个就是一个MATCHO讯号 所以0.595 DEPPOR 要买 突破0.62 可以私下小量的进场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